那我們在上一次上那其實已經跟各位提到有關於第二個形成狀態圖 因為我們在前面跟各位提到的那個形成狀態圖來說的話 它主要支援配置的對象是CPU 當你今天CPU啊 如果說它處於閒置的情況之下 我就要想辦法從記憶體裡面啊 去撈一些處於ready這個狀態的這些process 把它拉到CPU去做執行 那此時呢 這些被拉進去就變成所謂的running狀態 好在我們第一個所介紹的這個形成狀態圖來說 這些process不管怎麼跑 基本上來講就是待在memory裡面 當然我們除了這個initial跟perminate 這兩個一個是起始一個是終始 這兩個不要看以外 那剩下三個狀態 比如說ready啊 weight跟running這三個階段的這個process來說 它們全部都是處於記憶體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記憶體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它也是屬於很寶貴的資訊 如果說今天啊 你有很多的process 處於ready或者是wait 也就是我們講block的那種情況 那可是我又從外部啊 一直掉process進來做執行 那你想想看 這樣子一個調度之下 我的記憶體遲早有一天會不夠用 我的記憶體遲早有一天會不夠用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我就要想盡辦法啊 去將一些process啊 從記憶體把它調回到硬碟裡面去讓它去做那個等待的工作 那你看看喔 除了這個running這個階段以外 ready跟weight來說 就是說這兩個狀態的process 哪一種process才可以被調出來 通常我們會選weight 也就是我們講block這個階段的process 去調一些出來到那個硬碟裡面去 原因是啊 我們處於所謂的block階段這種process來說的話呢 因為它是等待一個長時間終止這種情況 比如說它在等待一個資源 這個資源可能要很久以後才會回到這個process手上 那所以說呢 這一類的process來說 它可能會暫停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說它此時會在記憶體裡面去做睡覺的工作 那這樣子問題是現在記憶體不夠用了啊 因為我從外界一直掉process進來 一直掉工作進來 那這樣子我的記憶體要塞滿的情況之下 此時我就要去將一些正在block的情況這些process 把它調到好硬碟裡面去 去做一個等待的工作 所以說你看喔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是將好位於weight 或我們講block的情況的這些process 從記憶體裡面把它調出來 調到我們的disk裡面去 調到這個disk裡面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process 它就是變成 從block的情況 轉變成到sustainedblock的情況 這個情況 sustainedblock來說的話 就是屬於那種在硬碟裡面 在做等待 在做block的這種情形 好,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看喔 我們今天從Wait一直到這個Suspended Block來說的話 我們是將Process把它移動到Disk當中 也就是說我們去做一個Swap Out的動作 把它從記憶體裡面把它轉出到我們的韻碟當中 好,轉出到韻碟當中 好,那這個轉出工作來說 我們上次也跟各位介紹過了 這個轉出的工作我們是要靠誰去做呢 基本上我們是要靠中期排單程式去做 Media Time Schedule 是要靠Media Time Schedule 所以我們講的中期排單程式去做這件事情 OK,我們要請中期排單程式去幫我們 從那個Block當中的這些Plus掉一些出來回應碟當中 那我們也跟各位提到過了嘛 這個Media Time Schedule來說 它不是亂掉的 它基本上它去掉這些Plus來說 它是有一定的條件 比如說我超越各位 這之前好像已經超過了啦 我再寫一次,很快的 小クッ 請拒絕 理程 水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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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Time Schedule要挑哪一些Process 讓它們從Blocker變成Suspended Blocker呢? 基本上它會有這兩個依據 首先第一個 因為通常來講 假設你是屬於分時系統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 基本上你的作業系統 會分配給每一個Process 有一定的作業時間 比如說你A Process 你可能可以用CPU多少秒 然後你可以在記憶體面待多少秒 比如說我這邊再做一個比較詳細一點的舉例好了 我現在假設A Process 你可以在記憶體裡面待10秒 B Process你可以在那個記憶體裡面待5秒 C Process你可以在記憶體裡面待8秒 我現在呢 不同的Process我給它分配不同的那個 待在記憶體裡面的時間 好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這些Process它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它必須要做所謂的長時間的等待 所以說呢 那這些Process它可能有一部分 就會進入到Block這種狀態 就會進入到Block的狀態 它就會在記憶體裡面開始待著 等待他們所要等待的事件發生 問題是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如果他們在記憶體的時間超過了 過了這個時間之後呢 此時我們的作業系統就會為請 拜託我們的Mediator Schedule 去把這些超過時間 待在記憶體裡面的這些Process 把它調出記憶體之外 讓它回到硬碟裡面去做等待 OK 所以說呢 基本上來講 Mediator Schedule它的 Not Process的一個判斷條件之一 就是看誰 你超過實現 超過待在記憶體裡面的實現 OK 這是第一個 好 那如果說今天 假設大家都沒超過時間 假設大家 待在Memory裡面的時間都沒有超過 可是外面的Process 一直進來一直進來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造成我的Memory不夠用的情況 那怎麼辦 我還是得要交一些人出去啊 那這樣子的話呢 既然大家時間都沒超過 好 那我就看誰的工作不重要 也就是說你的權限比較低的 我就把你調出來 好 我就把你調出來 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 假設處在Block情況的這些Process 大家都沒有超過實現 可是這個時候 我又非得要調一些Process 到一碟裡面去 不可的情況之下 此時 我就是根據他們的權重 也就是他們的重要性 去評判說 我應該要調誰出來 所以說呢 以這個Medium跟Schedule來說 它再把一些Process 調出到一碟裡面去的話呢 它是有一些準則的 當然還是有其他的準則啦 那只是說 我們最常用的是這兩個 好 最常用的是這兩個 好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調了一些Process出來 那這些Process 從原本的Block的情況 變成Suspended Block 那這Suspended Block來說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這些Process 已經進入到硬碟裡面了 在你的硬碟裡面了 好 那所以說呢 這些Process 現在在硬碟裡面 繼續等 等待他們要等待一些事件發生 好 那當你今天等等等等等 總有一天 你要的Resource 會被你等到 好 那這個時候 假設 位於這個Suspended Block 這些Process 他們所要的資源 被他等到了 等到之後呢 這個時候 我還不能將這些Process 直接拉到記憶體裡面去 我不能這樣直接拉過去 我這個時候呢 是先對齁 位於在這些DISC上面 這些Process 去做一個啟動的工作 把它叫起來 說欸 你要的這個 Resource已經好囉 你等待的事件已經發生了 你可以醒一醒了齁 然後準備回程 然後進到Memory裡面 去做執行了齁 好 所以說此時的話呢 這些原本在 Suspended Blocker 這些Process 它就變成 進入到 Suspended Ready 這種情況 但是呢 雖然他們是位於Ready 但是呢 他們還是在硬碟裡面 好 他們還是在硬碟裡面 所以說 這種Ready情況 叫做 Suspended Ready 這種情況齁 所以說呢 此時我的資料 或者我們講 我們的Process 還是在硬碟裡面 還是在硬碟裡面 好 好 當今天我們的 記憶體裡面齁 空間真的足夠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 我就會將這些 Suspended Ready 情況 這些Process齁 再把它 重新調入到 我們的Memory當中 那此時我就讓 這些Process 直接進入到 Ready情況 所以說呢 因為我現在讓這些Process 從一疊 調回到 記憶體 所以說它是做一個 所謂的Swap In 的動作 Swap In的動作 它把它置換到 記憶體裡面去 同樣的 基本上 這第三個動作來說 這個Swap In的動作 它一樣是靠我們的 Media Turn Schedule 來做這個決定 它一樣是靠我們的 Media Turn Schedule 來做這個決定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說呢 像我們在前面 我們再介紹 我們左上角這一個 第一個這種 形成狀態圖的時候 我們曾經用 上課睡覺的例子 跟各位做舉例吧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 實在是前一天晚上 玩太晚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上課 不小心度估一下 好 那你馬上又回程 進入到上課情況的話 那此時你只是從 Running的情況 直接進入到 Ready情況 那馬上又回過程來 來準備繼續上課 那可是如果說你實在是 受不了的情況之下呢 你就跟我講說 老師讓我睡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我馬上可以繼續上你的課 所以說呢 對我來說 你可能就是處於 所謂的 那個Block的這種情況 你從Running 進入到Block 你去做那個睡覺的動作 但是呢 當你今天拿好睡超過五分鐘 我發現不太對 欸 你睡了十分鐘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欸 那這個時候我就發覺到 教室不夠用 假設外面還有人在等著上我的課 可是你又在教室裡面 站著一張桌子不放 那這個時候我就把你搖醒 說欸 那這個時候是要不要請你 直接回家睡覺 OK 你回家睡覺的話呢 你的床也比較大 所以說此時的話呢 對你來說 就是屬於 Suspended Block 這種情況 替你家睡覺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 就把你的位置讓出來 讓其他人繼續來這邊上課 OK 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 把處於Block的這種情況 待太久 在記憶裡面待太久 你這些人 我們掉一些出來 讓他回到液碟裡面去 把記憶體空間 彈出來 給其他準備要執行的人 去做使用 OK 好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第二個 形成狀態圖的話 就介紹給各位 這個第二個形成狀態圖 它跟第一個形成狀態圖 它們彼此之間是有關係的 是有關係的 好 那所以說呢 以第二個形成狀態圖來說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有跟各位講了 有關於第二個形成狀態圖 它的一些狀態的觸發 是怎麼做的 我們這邊都全部都用文字方式 幫各位做說明了 以步驟一來說 當你接一個process 在記憶體裡面 實在待太久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請做一些把你齁 踢出來 把你踢回那個硬碟裡面去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讓你 所佔有這個記憶體空間 讓其他更緊急 或是說 讓高優先全這些process 能夠去做使用 好 狀態二的發生是什麼時候呢 當你今天所等待的那個 長時間的事件發生了 也就是說 你可能等待一個resource 好不容易被你等到 那等到之後呢 我就要把你重新叫醒嘛 那重新叫醒的話呢 我還是沒辦法 一開始就讓你直接 回到記憶體裡面去 所以說你既然醒來了 不過你還是在硬碟裡面 待一下齁 回個神 等待會把你置換到那個 記憶體裡面去齁 所以說這是步驟二 所要做的一個動作 那以第三步來說的話呢 當我今天發現到 記憶體裡面 欸 空間夠了 那此時我就把這些 位於sustentable radio這種情況 這些process呢 我就掉一些進去齁 回到記憶體裡面去 讓它去做 進一步的這種執行工作 所以說此時 我們以第二個形成狀態圖來說 它所要做 資源分配的對象 變成是memory 變成是記憶體 所以說呢 此時我所針對這個 資源的配置對象 就是記憶體 就是記憶體 OK 因為我這個時候 我認為記憶體 是一個很昂貴 就是很有限的一個resource 我要去想辦法 去對它做一些 配置的工作 OK 所以說呢 基本上 這兩個形成狀態圖 就請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 我們來幫各位 稍微做一個 很簡單的整理 基本上我們知道 一個process 它是執行當中的程式 它是一個執行當中的程式 那這個執行當中的程式的話呢 它可能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會執行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但是呢 我們今天將這些工作 我們把它做一個簡單的分類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大類 有哪兩大類的工作呢 首先第一類的工作 它是屬於CPU First Time的工作 也就是說 CPU的這種執行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process 它一定會有一些工作 要靠CPU幫你去做執行 你必須要靠CPU這個資源 去做運算 運作 你才有辦法把這一類工作 給執行完 但是呢 一個process裡面 可能還有另外一種工作 另外一種工作 可能是要靠IO的resource 幫你去做一個處理 比如說 你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要到一碟裡面 去調閱一些資料出來 那這種IO工作來說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屬於IO Bound Job 所謂IO Bound Job 剛剛前面那個是CPU Bound Job CPU Bound Job 所以說呢 基本上我們整個process的執行過程當中 它可能會有兩大類的工作 要做處理 一個是所謂的CPU Bound Job 另外是屬於IO Bound Job OK 它會有這兩類的工作 好 所以說呢 第一段話就是給各位 一個process的執行時間 它是有一連串的CPU執行時間 和IO等待時間所組成的 因為基本上來講 一個process的執行 除了會加入CPU做之外 它也可能需要一些IO的裝置 幫你去做相關的處理 幫你去做相關的處理 所以說你們看一下 在電腦系統當中 執行的這些process 它可能都會有兩大類的工作要做 第一大類的工作 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謂的CPU 所謂的CPU Bound Job 後面講CPU Burst的工作 請問你們這邊怎麼沒有寫 你們講義上有寫嗎 有嗎 奇怪 不知道這邊怎麼 一個process裡面 它可能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但是這麼多的工作 我可以對這些工作去做一個簡單的分類 把它分成兩大類 一個叫做所謂的CPU Bound Job 另外一個叫做所謂的IO Bound Job CPU Bound Job 這類的工作 全部都是要靠CPU 來幫你去做執行 那IO Bound Job來說的話呢 你是要靠IO的裝置 來幫你去做相關的處理 好 那所以說你們看一下 現在比如說我有一顆CPU 那這顆CPU的話呢 現在有一個process 叫做P1 在上面做執行 好 我把它從記憶體裡面 把它調到CPU上面 來做執行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process P1 它可能會有哪一些的job 哪一些的工作來做執行呢 基本上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process裡面 它的程式內部裡面 一定會有一大堆的CPU Bound Job 跟IO Bound Job 在做執行 在做交錯的執行 可能一下到CPU上面run一run run完之後可能要到一點裡面去撈資料 讓完之後可能之後呢 可能又到CPU上面去跑一跑 好 可是問題是 在一個process來說的話 它的最起頭 跟它最後的工作來說 一定都是屬於CPU Bound Job的工作 為什麼呢 今天你一個process 會被調進來CPU上面做執行的話呢 一定是你們的作業系統 拜託CPU 把這個process從記憶體裡面 把它調進來來做執行 所以說呢 你這個process的第一個工作 它一定是屬於CPU Bound Job的工作 因為呢 我們是靠CPU去把這個process 調進來開始做執行 同樣的 當你今天這個process執行到最後 你要close掉了 這個時候呢 你是做一些種透過CPU 把你整個process給終止掉 所以說呢 你整個process的第一個工作 跟最後一個工作 它們一定都是屬於CPU Bound Job的工作 因為都是要靠CPU來啟動這類的工作 才有辦法去對一個process去做 調進來做執行 或者說把它結束掉 這樣子一個任務 大概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好 所以說呢 這邊就是跟各位講 一個process一開始都是屬於CPU First Time的 或者講CPU Bound Job的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是叫CPU去處理該process 我是把這個process調進來 從記憶體的rading這種狀態 把它調進來 到CPU上面去做執行 同樣的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中間它可能就會經過很多什麼 Io Bound Job CPU Bound Job 這樣輪流交替執行 那做到最後 我們也是要靠一個CPU Bound Job的工作 把這個process把它給整個終止掉 把它整個終止掉 OK 所以說呢 我的前後 最前面跟最後端 一定都是屬於CPU Bound Job的工作 來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囉 今天我們知道 一個process啊 在我們的系統運作過程當中 它會位於很多不同的階段 它可能會位於很多不同的階段 那可是你的電腦系統的大管家 也就是你們的作業系統 它必須要掌握在電腦系統裡面的 每一個process的狀態才可以 要不然的話呢 電腦系統裡面這麼多process 如果沒有好好管控的話 一定會出事情 那這樣的話呢 作業系統為了要管控這些process 它一定要把每一個process的這個information 把它收集起來 它才有辦法去做一個控管的動作 所以說此時 OS 我們的作業系統 為了要執行process management的任務 必須要將每一個process 所有information把它集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集合在一起 變成一張表格 那這個表格的話呢 就叫做PCB 就叫做行程控制表 所以說呢 這個行程控制表來說 是為了作業系統管控process之用 所以說呢 每一個process 一定會有自己的一張PCB 每一個process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個PCB 這樣你的作業系統 才會去控管到這些process 好 那這個PCB 這個行程控制表來說 裡面應該要包含哪一些訊息呢 首先第一個 它一定要包含這個process的ID 這process的編號一定要知道 那這個process的編號 它一定是獨一無二的 為什麼呢 追訓就是要靠這個process的ID 去辨識說 它現在所掌控的是哪一個process 對不對 好 那其次 它要去存放 每一個process 目前是位於哪一種狀態 你現在是屬於ready的 還是屬於running 還是屬於block 甚至說你是屬於suspended block 或suspended ready 都可以 所以說呢 你這個處理行程的狀態來說 它就是看 你現在是位於你的 新程狀態圖當中的哪一個狀態 好 那第三個的話呢 程式技術器 其實程式技術器 我們跟各位講過嘛 對不對 它是去指明該process 下一個要執行的指令所在的位置 因為啊 你一個正在執行當中的程式 如果沒有這個程式技術器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你接下來要執行什麼工作 同樣的 今天做意識的 為了要掌控你的行蹤 他一定要知道說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說 他勢必要把你的這個程式技術器的訊息 一定把它keep起來 要不然他不曉得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 在一個process的執行過程當中 他一定會用到各種類型的暫存器 他要靠不同類型的暫存器 去儲存不同的information 所以說呢 假設你今天這個process有使用到某一些暫存器 比如說什麼通用暫存器啊 或是用什麼的PSW 這種形成狀態暫存器等等的 那這個時候假設你有用到 OS要把你keep起來 他要知道你現在用了哪些東西 OK 甚至說今天你的CPU的排班資訊 是有哪一些 這個排班資訊 我們後面會來跟各位談 這個排班資訊來說的話呢 比如說比較重要的process 我讓你先進來 那比較不重要 非緊急性的工作 你就到旁邊等一下 重要的先讓他做 所以說呢 有關於CPU的排班資訊來說 我一定要把它keep起來 當然啦 你一個process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佔用記憶體空間 假設 你們有了複習我前幾章的影音檔的話 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去使用兩個暫存器 去keep住你一個process所佔用的記憶體空間 那這兩個暫存器是什麼呢 一個叫做所謂的base register 記憶體暫存器 另外一個叫做limit register 限制暫存器 我可以靠這兩個暫存器 去keep住一個process 在記憶體裡面的空間 範圍是在什麼地方 甚至說我們今天要對一個process 去做記憶體的保護來說 也是要靠這兩個暫存器去做使用 我們在前面 那個影音檔都有教各位 你們可以回去聽一下 那如果說今天 每一個process你在做記憶體配置的時候 你們是用我們往後 要交給各位的分頁技巧來說的話 那此時這些 每一個process 它的所謂的分頁配置表 你們也要把它一併記錄起來 所以說呢 有關於一個process 它所使用的記憶體相關訊息 你要把它記錄起來 你就要儲存相關的訊息 還有就是 你這個PCB裡面會存放這個process 一些相關的accounting information 就是它的帳戶資訊 什麼叫帳戶資訊呢 比如說你這個process 進到我系統裡面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CPU幾秒鐘 你現在比如說你可以用CPU三秒鐘 你現在已經用了一秒 那你現在還剩幾秒可以用 甚至說 你可以使用我們的記憶體空間幾秒鐘 那你現在已經用了幾秒 你還剩幾秒可以用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帳戶資訊 這個process本身的帳戶資訊 所以說呢 當你今天一個process要使用 我們電腦系統裡面的各個resource 各個資源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都會給你一些帳戶資料 也就是說 你可以用什麼資源多久 你可以用什麼資源多久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帳戶資料 OK 這些帳戶資訊也要被我keep起來 甚至說 有一些IO的狀態資訊 我也要把它記錄起來 比如說 我現在這個process 我現在這個行程 我有很多的IO工作要執行 比如說我可能要先到印點裡面 去調資料出來 我接下來可能要到印表機去印資料 好 今天你一個process 有這麼多的IO工作要做 那你這麼多的IO工作裡面 還有哪一些還沒做完 OK 做完了你就不要看了 那你還有哪一些沒有做完 甚至說 你沒有做完的那一些所謂的形成編號是多少 這個所謂的形成編號的話呢 基本上指的是流水號 什麼東西的流水號呢 我們待會跟各位講 它是流水號 process流水號 今天比如說 有一個process 它要去印表機去做列印的工作 那現在這台印表機可能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用 所以說呢 搞不好在你申請要去印報表之前 其實前面就已經排了一堆人了 OK 搞不好前面已經排了五個人 一二三四五 所以說呢 基本上你在去申請印表的工作來說 你的流水號就是六號 可以嗎 你就是排第六個啦 所以說我們這邊講的這種process的編號 基本上指的是 你現在在這個IO device裡面的流水號到底是多少 這樣我的作業系統才知道說 你現在你這個資源可能還要等多久 我作業系統才有辦法預估說 你現在這個process在等這個IO工作的時候 你還要等多久 大概知道我要說什麼嗎 所以說呢 基本上來講 這個process的變化來說指的是流水號 在這個IO device裡面 你的流水號是多少 因為前面搞不好排了一堆工作了啦 作業系統這個東西是很人性化的 前面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了 就跟人一樣 人要掌控一些訊息 一定要設計一些表格 我才有辦法把一些訊息 把它用表格的方式記錄下來嘛 那作業系統也是一樣啊 作業系統為了要掌控這個process 相關的運作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把這個process 相關的information 把它keep起來 把它keep成一張表格嘛 對不對 所以把它keep起來之後呢 我的作業系統才有辦法 對每一個process去做個別的控管 那至於說呢 這個表格裡面 該存放哪些訊息 就是這一些 當然還有更多 還有更多 更細的這種訊息 我們沒有講 我們把這幾個 比較重要的東西 把它講一講 就OK了 好 那現在我們就繼續 接下來跟各位談 喔 既然我們知道 我們的PCB之章表格 是我們的作業系統 為了要控管process 而設計出來的 那請問各位 這個PCB之章表格 應該是要存放在記憶體的 所謂的user area 還是memory area裡面 我雖然底下已經把它解答給各位 不過我還是把概念告訴你們 其實在記憶體裡面 它區分成兩個區域 在我們的主記憶體裡面 它區分成兩個區域 主記憶體裡面的話呢 它區分成哪兩大區域呢 第一個叫做memory area 也就是你作業系統的所在 然後剩下的才是user area 你所有使用者的程式 在執行之前 全部都是在user area裡面做等待 這樣可以嗎 知道你說什麼嗎 其實啊 我們就執行層面來說 記憶體的空間 可以分成兩大塊 一個是monitor area 一個叫做user area Monitor area跟user area Monitor area來說的話呢 是byOS 是OS所在 然後user area來說的話呢 它是屬於我們使用者的 程式在執行時 所存放的地方 來 那既然我們知道 PCB是要靠OS來控管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照理來講 我們的PCB 就應該要在monitor area裡面 就應該要在monitor area裡面 所以為什麼不能擺在user area裡面 你想想看啦 我還是那句話 作業系統的整個運行 跟人是一樣的啦 如果今天政府為了要掌控 全國兩千四百多萬的人口 那這個時候呢 全國他們這些人口 他的戶籍資料 應該是要擺在什麼地方 是要擺在政府單位裡 就是鄉鎮市區公所嘛 對不對 如果說鄉鎮市公所 沒有你一份的戶籍資料的話 將來他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屬於幽靈人口 那這個時候他要跑去你家 跟你核對資料才行 你現在不會這麼笨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如果政府要控管你們 這個搬家的流向的話 他一定會在政府機關這邊 擺一份你們的戶籍資料 來方便控管 同樣的在作業系統裡面 也是一樣啊 我作業系統 本身一定要有一份 所謂的PCB 我才有辦法去控管 我底下這些 user process的運作嘛 可以啦齁 所以說呢 基本上這個PCB來說 他會存放在我們 記憶體當中的monitor area裡面 也就是做一些種 所在的記憶體的空間 這樣可以嗎 來 那我們就繼續齁 一樣繼續往下了齁 那我們前面再介紹那兩大 這個新程狀態圖的時候 我們提到一些排班程式 有長程排班程式 中程排班程式 還有短程排班程式 其實這個三個排班程式來說 現在你們都大概知道 他在做什麼樣的一個用途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 對這三個排班程式 我們在做進一步的說明齁 那基本上來講 所謂的long-term schedule 長程排班程式來說 我們又可以稱之為 所謂job schedule 然後短程排班程式的話呢 我們又可以稱之為 cpu schedule 或是process schedule OK 那底下都會解釋原因 來 我們先來談一下 長程排班程式 long-term schedule long-term schedule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它主要的目的是 將位於job queue當中的工作 把它挑選出來 並將之載入到記憶體當中 以準備執行 這個從我們前面第一個 形成狀態圖 你們就應該知道了啦 所以說呢 它的目的是 從job queue當中 挑選出合適的jobs 並將之載入到memory當中 準備執行 所以說呢 基本上 long-term schedule 它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job schedule 這目的應該很簡單 前面如果形成狀態圖 可以接受 這個應該就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之後呢 我們現在接下來看 這個long-term schedule 有什麼樣的一個特性 第一個 long-term schedule來說 它的執行頻率 是三個排班程式當中 最低的 也就是說 我從第一次啟動這個長程排班程式 到下一次再啟動排班程式 中間的這段時間 會浪得很長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喔 基本上我們這個長程排班程式 它一開始從硬碟裡面 挑了一堆工作 到系統裡面去之後 它會一直等到這些工作 在系統裡面執行的差不多了 快要結束了 那這個時候 它才會繼續從硬碟裡面 挑下一批的工作 把它再扔到系統裡面去做執行 所以說呢 基本上 在long-term schedule來說 它的執行頻率 是三個排班程式當中 最低的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三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的話呢 基本上 long-term schedule 可以調控 multi-programming degree 什麼叫做multi-programming degree 這個名字 其實我在前面 第一章有交換信號 我在這邊 一樣用很快的方式 幫各位做一個說明 所謂的multi-programming degree 指的是說 在電腦系統裡面 然後 位於記憶體裡面的 process 的個數 有多少 所以說呢 現在如果在記憶體裡面 等待執行的 process 有三個 那此時代表說 這個系統 它的multi-programming degree 是三 如果在記憶體裡面 等待執行的 process 有五個 代表說呢 這個電腦系統 它的multi-programming degree 是五 好 那這個multi-programming degree 為什麼這麼重要 原因是 今天基本上來想 當你今天 multi-programming degree 越高的情況之下 你的CPU 的利用率 就會越高 為什麼會有 它的情況產生呢 如果說你記憶體裡面 等待執行的 process 越多的情況之下 可能你現在你的CPU 正在執行某個程式 可是直行到一半 這個process 被迫要去做一些等待工作 不論是 暫時性的 短時間等待 或是長時間的終止 基本上 它都會離開CPU 去記憶體裡面 去睡覺 那這個時候 CPU就變idol啦 它就閒置在那邊 沒事幹啦 可是CPU 這麼寶貴的資源 我怎麼可能 讓你白白 閒置在那邊 那我們的追求 就是想辦法 再從 記憶體裡面 其他等待執行的 process 去把它調進來 到CPU上面 去繼續run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系統裡面 如果有很多 等待執行的 process的話 你的CPU 是不是就不容易閒著 知道齁 當你今天記憶體裡面 有很多等待執行的工作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你的CPU就不容易閒置 就不容易閒置 那代表說 你的CPU的利用度 我們講它的利用率 就會很高 所以說相對來說 如果你的系統裡面 它的multiprogramming degree 很低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 你的CPU的利用度 就會變得很低 相對來說 就是你CPU的閒置機會 就會變得很高 因為它沒有工作可以做啊 OK 所以說呢 這個multiprogramming degree 很重要 好 那為什麼這個long term schedule 可以去調控這個東西呢 今天如果他今天發覺到 在記憶體裡面的工作 剩下一兩個了 哇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趕快 我們這個long term schedule 就會啟動 再從硬碟裡面 去把一些等待執行的工作 把它調到記憶體裡面 繼續做等待的工作 所以說呢 這個long term schedule的話 它可以去調控我們整個系統 它的multiprogramming degree 原因是啊 當你今天記憶體裡面 等待執行的工作 變得很少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緊急的 從硬碟裡面去把 接下來準備要執行的工作 我一批 整個一堆把它擺到記憶體裡面去 OK 所以說這個時候 它就會讓你的multiprogramming degree 拉上來 拉伸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的long term schedule 來說的話 它可以去調和 我們系統裡面的CPU bound job 跟IO bound job 它的工作的比例 因為啊 其實我們在前面啊 有做過分析 如果你電腦系統裡面 CPU bound job的工作的數目 跟你IO bound job工作的數目 如果是均衡的話 那你CPU的利用率來說 基本上也是蠻高的 好也是蠻高的 可是如果說 今天你的CPU bound job跟IO bound job 它們的數目比例不對了 失衡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假設你的IO bound job 還有很多CPU bound job沒有幾支 那代表說其實你會花很多時間 去做IO的工作 好你會花很多時間去做IO的工作 那這個時候你的CPU就會常常閒在那門事幹 OK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今天 我們的long term schedule 發現這種情況 欸 我們的工作失衡了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將 比例比較少的這些工作 我再從硬點裡面 多掉一些進來 多拍一些人嘛 打群架打輸入嘛 對不對 那這時候就要多撈一些人進來嘛 OK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去想辦法去調和 CPU bound job跟IO bound job之間的工作數目 我可以讓他們之間的比率 能夠達成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達成這種平衡狀態的話呢 會讓我們整個系統的運作 它會比較有效率 它會比較有效率 不會有所謂的失衡的情況 所以說呢 基本上來講 這種調整來說 它可以是我們資源的負荷來做決定 看看就是說 我們這個long term schedule 是不是要啟動 去把我們硬點裡面這些相關的那個工作 把它掉進來 把它掉進來 好 我們把第三個跟第四個那個特點講完之後呢 接下來來講第二個 通常來講 這個long term schedule 它會用在P次系統 Bash system P次系統 因為P次系統 它的工作有一個特性 就是啊 它一次會捆綁一堆同類型的工作 一起進來做 剛好我們的long term schedule 基本上來講 它還是從我們硬點裡面 一次掉一堆工作進來做執行 好這是我們long term schedule 你的本身就在做的工作啊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所面對到的電腦系統 它是屬於time sharing的system 或者是real time即時系統的話呢 基本上就不適合使用long term schedule 為什麼呢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我們如果說今天電腦系統 它是屬於time sharing 分時系統的話 它所強調的是公平 也就是說 不論你是Io bound job 還是CPU bound job 基本上來講 每一個類型的工作 你們的機會都是一樣的 我不會說今天 欸我看CPU bound job工作不爽 我就把Io bound job 全部掉進來做執行 不會齁 在那個time sharing system裡面 它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每一個工作我都一視同仁 問題是long term schedule 這個傢伙 它會大小一點 它會大小一點 它如果今天覺得 欸那個電腦系統裡面 那個Io bound job工作太多了 它這個時候呢 它在掉下一批工作進來的時候呢 Io bound job的工作 它就不會去選它 它會選擇另外一個類型的工作進來 所以說呢 time sharing system來說 我就不會使用long term schedule 甚至說今天即時系統來講 即時系統的話呢 基本上它不喜歡long term schedule 原因是long term schedule 它的執行時間過長 它會讓我的系統的工作 沒有辦法在即時的時間裡面 把工作給做完 所以說呢 我們在我們的即時系統裡面 也不太喜歡使用long term schedule 也不太喜歡使用long term schedule 一些狀況 你怎麼給亏選擇 Hana 一些對方呢 好的 創新属 那些當習 製造 製造 無論